What the fuck with my big man? 今天这个装饰参照了Jenny的一个猫系女孩的风格灵感 其实猫眼妆对于我还挺难的 因为我的眼型是偏向于一个圆眼 就很难把它画长画的那种非常妩媚的那种感觉 那今天就尽量把它画的比较魅惑比较性感一点 一样是整个底妆都已经打好了 直接来画眉毛 眉毛就稍微把它画的自然一些 不然眉心太挑 再加上一个猫眼的话会显得你眼睛是这样子的 就是整体都是往上飞的 显得特别的凶 所以今天也是特地把眉毛压得比较平一点 这样看上去会更柔和一些 把眉头刷的稍微淡一点点 修容也要偏自然一点 不能太精致 把扇根中间的这个位置 就这个地方把它修一下 刷出一点点颧骨的感觉 怎么刷颧骨你们还记得吗? 转折的一个方式去刷 这样这一块骨头就会有一点凸出来 不然直线去刷的话就感觉这一块特别的假 就像被刀削过了一样 一定要按照你自身颧骨的生长趋势去刷 稍微有一点点的骨骼干就好了 接着是眼影 今天眼妆要打造出那种非常精致的猫眼 带有一些些小魅惑 用到的依旧是我的最爱橘朵眼影 他们出了新的眼影盘叫做四色朵朵盘 是这样子的 特别小巧特别方便 这个系列目前是有八个色号 每一盘配色都巨好看 我好想全部都入手 这次用到的这一盘叫做亚麻摩卡 先来给你们在手上试个色 这盘它的粉质跟色彩饱和度 我觉得超级的爱 第一个是偏精调的香槟色 现在是湿胶的状态超级的闪 这颗是这样子的 就摸上去是有点糯糯的感觉 像那种土豆泥的质地 非常的软 虽然它是珠光色 但是它完全不飞粉 就沾的特别老 太细了 这个颜色好好看 这颗颜色在不同的角度 它会有不一样的光泽 有点粉金掉在里面 就没有完全的纯金香槟色 接着是这两颗 它里面都是带有一点点小碎珠光在里面 还蛮特别的 这上眼非常的好看 现在给你看这一颗吧 来看一下旁边这一颗 带有一点点砖红土色调 里面的细闪超绝的 就显了整个颜色非常的精致 就不像是普通的那种大色系 土色系的颜色 我最近就特别喜欢这种 雅光色里面带有一点点小碎珠光的感觉 然后是这一颗 这颗也是带有一点小珠光的 这颗的话就比刚才上一个颜色 要偏红掉一点 是一个砖红色吧 也是很特别的一个色号 这两个色日常单独使用 就已经很美了 要是拿来叠加的话 会更加有层次感一点 最深的是这个 这颜色是一个纯的雅光棕色 它的饱和度我非常满意 不像有一些棕色 它涂出来是不显色的 但是这颗棕色它显色度就非常好 用来眼窝的加深 或者是用来画眼线都很不错 待会呢就来用这个棕色 来打造一点魅惑 又带有一点点酷酷的感觉 用一把偏蓬松的点头刷 来沾第二个 刚才一个偏土色系的颜色 从一半的眼窝开始 往上映染 跟之前的画法不太一样 之前我都是把整个眼窝给打底 但是今天的话 只去打底半个眼窝 一定要用稍微小一点的刷子 然后把眼眉给拉长 就它整个趋势是这样子 其实是平的 但是我的眼睛眼窝有一点点深 所以它看上去是这样子 往上翘的 它上面有晕染一下 这样就不会那么明显 再换个更变的扁头刷 就没有刚才那把蓬松 一样的颜色 再下眼睫后半段给补充一下 前面这里 你稍微涂一点点 沿着睫毛根部 去夹一下 接着来叠加更深一点的砖红色 在刚才区域一半的位置 把它给叠涂一下 一样是这一把刷子 在眼前这里 就是平视着镜子 把它的外拉拉出来 前面一较深一点 继续换一把更小 更扁的刷子 来沾取最后一个最深的深褐索 越深的颜色 一定要用越小越扁的刷子才行 不然的话你一定会画得很脏一脏 把加深后半截的眼尾沿着这个睫毛根部去加深 慢慢的把它晕开 像这种深色 基本上都是拿来最后一个晕染和加深的 所以用的刷子一定要小 一定要扁 用这个深褐色 把它拉出一个猫眼那种形状 也是这样平视的镜子 你们发现整个眼睛都变长了很多 就已经变成这样子了 然后再用这个深褐色 把眼头一样是挨着这个睫毛根部 把它加深一下 下手一样轻一点 中间这一段要空着 最后用这只高光纱来刷最亮的这个珠光色 把眼头这里挺的亮 太好看了 我终于能拥有这种平行四边形的眼形了 把这个高光稍微刷上去一点 就刷到这个位置 这样各个角度就会显出来 你这个眼窝的形状 然后再稍微刷一点在刚才空隙的位置 带个一点点泪光的感觉 整个眼影就完成了 这样好奇怪 要把眼线都画上 这个猫眼才是完整的 先把我的睫毛夹一下 用黑色的眼线胶笔来填补一下内眼线 然后把下眼线这里画 就画出这种下垂的眼线 我把眼头也夹了一点眼线 远看的话就有点像全包眼线 再就是后半截的眼线 把它往外拉 跟着刚才最后一层深棕色加深的一个方向去把它拉长 希望不要手抖去慢慢的画 画完之后是这样子的 就是一个S型 再有点先艳力把它勾一下 太酷了吧 那平时给你们看一下 眼睛真的有变长很多 好了 我再把假睫毛给贴上 今天贴的是那种一簇簇的假睫毛 用这种鱼尾形的 在我的眼尾来贴上两簇 哇 终于完成了 在最后 这眼尾这里贴了两簇假睫毛 这样能看得出来吧 就非常的翘 但是我还是要把他们用睫毛膏给刷一下 让他们尝一些 哇 这样真的有内味出来 像这种猫眼的眼妆的话 下睫毛刷后半段就够了 哇 太喜欢了 我今天把睫毛刷得好长啊 至少 然后整个眼妆就完成了 继续来修容 我用的是这盘小麦色 把这个颧骨再加深一点 感觉不够深 就下颗片 下巴可以把它刷得平一点 这样整个基调就跟眼妆完全同步了 腮红用这一块 刷在修容中位置上 扫着刷 苹果戒也稍微刷 像显得没那么凶 然后是高光 用橘朵的这个 单色高光 这边也是挺闪的 成装用的是一个干玫瑰色 这颜色也是很妙 看着是这样一个干玫瑰豆沙色 但其实它里面也是带有那种小细闪的 能看得出来吗 就非常微妙的细闪 好今天这一个猫眼妆就完成了 我对今天的妆容真的是太太太太满意了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画过这样一个猫眼系的妆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